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冰玉火导演当众点评王一博 只字不提演技 却字字朱击 不少好剧选择在跨年档上映 在电视剧热度榜单上 一环位置均是当下热播的 武侠有雪中汗刀行 现代悬疑有沉睡花园 颇有百花齐放之姿态 可就大盘数据而言 跟去年年底是真的比不了的 毕竟去年的12月才是神仙打架 榜单排行上 有时候到第七的位置 标志都还是热 古装领域 杨幂协方海誓而来 而当红小生王一博 则带着他的百里红毅出现了 王一博版百里红毅评价两极分化 97年生的他并非科班出身 原本是想要走爱斗路的 奈何市场不景气 只能选择内于最稳妥的演员路 16年开演 19年就演到了现象极大暴剧 在一夜爆红 在他身上 演技成为讨论的重点 更何况新剧风起洛阳 还是跟黄轩这种公认的演技咖合作 旧人设 百里红毅这个角色是适合王一博来演绎的 年纪相仿 都是小公子 形象相互 均是玉树林峰样子 性格上百里红毅的些许木 那与他也贴切 但适合不代表就能演得让大家都满意 且百里红毅本身是有难度的 他意外丧腹 被迫娶气 日日在凶暗中行走 他是隐忍的 不好表达情绪的 不能咋咋呼呼的异笑 这样的设定导致王一博出演后 评价两极分化 有人说刻画得好 有人表示又是面瘫一个 其实 他的能力到底如何 早前冰浴火的导演就当众点评过了 导演点评王一博 不提演技却字字朱击 接受媒体采访的导演悠闲地坐在椅子上 微笑回答当初选择冰浴火双男主的契机 当谈到王一博的时候 他先溢了一番 他表示陈宇这个角色 他当时见了很多 诚实的来讲 最不像的就是他了 他年轻 温弱地 不像警察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项目是两年前开机的 那个时候虽然他演了蓝望鸡 但绝对没有现在爆火 导演比时面试的 还有比他咖位大的 导演如实讲出来 就是为了让大家打消掉所谓依靠流量禁组的传闻 在这之后 他讲到了选择王一博的最终理由 眼神 他眼神清澈 坚定 渴望 就是他了 在形象上王一博是没有优势的 但他却用他对角色饰演程度的向往 直接地传达给了导演 让导演清晰感受到了 这番点评 导演一句话都没提过他的王一博的演技 但却侧面证明了他所言是字字珠奇的 因为如今预告照放出 王一博确实是很好的抗住了陈宇这个角色 那么 就一起期待冰玉火正片能尽快跟大家见面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